您好,今天我要从我们所学过的经济学原理出发,给你解释一下,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应该注意些什么? 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,就是要区分好经济政策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区别。 我们通过全年的学习,通过大量的案例,已经能够深刻地理解一点。 那就是,经济学是关于训练我们去看见那些看不见因素的学问,是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事与愿违的现象的学问。 正因为是这样,那些符合经济规律的,从长远而言,能够带来福利增长的经济政策。 在短期内,在局部的范围里,如果你去收集民意,问大家愿不愿意这么干,这么干对他来说好不好,我们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论。 由于没有接受过经济学的系统训练,由于人们总是短视的,由于人们的观点往往跟自身的福利相结合。 他们对经济政策的评估,很多时候是偏颇的,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。 如果我们每采取一种经济政策,都去征求民意,都要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和支持的话,那么很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,就不会得到执行,甚至不会被提出来。 从国家的层面而言,我们曾经实施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在执行的时候,就未必能取得所有人的支持。 引入价格竞争机制,也是如此。 西德在二战结束以后,他的财政部长爱哈德,一夜之间废除了德国实施了十多年的价格管制,而当时同管权局的盟军司令克雷就对爱哈德说, 我的助手告诉我,你的做法是错的。而爱哈德回答,我的助手也跟我这么说,也说我是错的,但我就是这么做了,你说怎么办吧? 这种认准了真理,就一意孤行的做法,就是一种把经济政策和公众舆论有意识的区别开来,使前者不受后者影响的办法。 这是一个国家取得成功的一种经验。 中国经济发展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,是要持续地对教育做投入,而且更重要的是,不仅仅是绝对金额,绝对资源数量的投入。 这个当然也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,要在教育领域引入竞争,百花齐放,让人们勇于去尝试,勇于去寻找更有效的教育方法, 教育对象,教育场景,以及教育质量高低的评判标准。 我们在全年课程中,非常重视一个主题,那就是人类究竟是怎么进步的。 咱们的回答是,那是因为知识在人类社会当中得到了巧妙的运用。 我们看今天人类集聚的大量的财富,它是哪来的? 它有两个最基本的途径,第一是分工和交易。 在战俘营里面,绝对的物资没有增加,但那位在战俘营里转了一圈的牧师,因为促成了许多的交易,以有换无,以低个人估值的东西,换高个人估值的东西。 最后他自己凭空多了一袋食物,那就是他通过促成交易,创造出财富的证据。 我们后来还仔细地比较过认人和认钱的区别。 我们说各种各样认人的制度,会在竞争当中导致许多无谓的损失。 而认钱的制度,相反,它能够鼓励人们努力地去生产别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。 所以在价格指导下面的市场竞争和分工合作,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 这是人类财富积聚的第一个重要的来源,但这还远远不够。 更重要的来源是来自于知识在社会中更巧妙的运用,是来自于人们结成团队,在团队内部进行合作。 这产生了巨大的效应。 我们讨论了企业内部的治理关系,劳动力是怎么跟资本结合的。 更重要的是,知识是怎么跟资本合作的。 我们讨论了股份责任有限公司内部巧妙的治理结构。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,但人为创造出来的,通过知识创造出来的资源是无限的。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,有大量的满足感,大量的幸福感来自于电子设备。 电子设备的基础是CPU,计算处理芯片。 芯片是用沙子做的,整个地球都是沙子,但是有沙子的地方并不等于有CPU。 从沙子到CPU,靠的纯粹是知识。 咱们中国人向来就是喜欢学习的,重视教育的民族。 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挥这个优势。 这是任何国家,任何经济体能够取得持续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。 中国经济要取得持续发展,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,是要重视人口的重要性。 我们在全年课程里面解释过,人多不是问题,连人的数字低都不是问题。 怎么把人力资本用起来,怎么增大人力资本的价值,才是问题。 人力资本从来都是宝贝。 要把人力资源用好,我们特别要注意两个问题。 第一,是人口急剧带来的优势。 人只有急剧在一块,才能进行比较细的分工。 只有比较细的分工,才能把服务做到极致。 这是大城市,人口密集的城市,分工很细的城市,跟小城市,人口稀疏的地区,分工不细的地区之间,最大的区别。 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,一个偏远的州,你要有一幢房子,两辆车,一艘游艇,要付的钱很少。 你要生活在纽约的上东区,也想拥有一幢房子,两辆车,一艘游艇,价钱就高很多。 区别在哪里?物质上没有区别。 区别是在那里生活的人,在那里的机会。 我们要充分重视和利用这种由于人口急剧而带来的机会,带来的进步,带来的财富。 要用好人力资源,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,要让劳动合同具有弹性。 我们曾经一再解释过,地结合约的自由比自由更重要。 自由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,没有约束,没有择权利的设计,自由能带来的价值就不大。 相反,合约的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设计非常精巧的制度安排, 从而使人们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障碍, 使人们能够以信任为基础,展开充分的合作。 社会的饼就是这样做大的,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用放大镜,用显微镜来分析过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够走向富裕, 它的基因是怎么设计的。 所以,要把人力资源用好,尽量减少浪费,我们要让劳动市场上面的合约安排具有弹性,享有自由。 一刀切的,不惜代价,保护一方利益,比方说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, 好像最低工资法,同工同筹法,集体议价法等等,最终还是会伤害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根基的。 中国经济要取得持续的发展,第四个要注意的问题,是不要走向福利主义大锅饭的制度。 我们在分析奥巴马的一改政策的时候说过,这将来肯定是一个击重难返的制度, 因为政府采取的很多不合适的政策,它都可以及时刹车,税收太高了,那降下来就是了, 价格管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,那解除价格管制就是了, 公立教育占比过多,那引入民营教育的竞争就是了。 但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方案不是这样,他一旦上马,现在正在工作的年轻人, 一旦为这个项目做出投入,一旦他们指望将来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回报, 这个制度就很难停下来了,哪怕它的效率是低的,哪怕它是难以为继的。 任何一种福利制度,只要它不是靠自身的生产力,自身的盈利能力来维持的, 而是靠年轻人的不断加入,靠年轻人的不断贡献来维持的话,那它迟早会失败。 但正因为这种制度,是一种旧人占新人便宜的制度, 一旦加入了这个制度,人们就不愿意放弃, 因为它逐渐变成旧人了,占便宜的日子马上就来了, 所以这种制度很难改,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开始就不要上马这种制度。 这是我们中国经济要取得持续的发展,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。 好,我给你总结一下,今天我结合我们学过的经济学原理, 给你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要特别注意的四个问题。 第一,是要注意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暂时的民意之间的区别。 第二,是要重视在教育领域进行持久的,竞争性的探索的问题。 第三,是要好好利用人力资本的问题。 第四,是对于那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的,不良的经济政策, 我们最好是一开始就不要执行它。 今天,我留给你的思考提示,除了今天我们讲的四点以外, 你认为中国经济要取得持续的发展,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? 第四,是对于那些一旦开始就会执行它。